不知道你們的男朋友喜歡你什麼化妝風呢? 這次就會教大家化一個我男朋友最喜歡的妝容 先畫一條眉毛 我用的是MJ的眉筆 他的筆咀是桌圓形的 非常好畫 另一邊也有刷頭 很方便 其實畫眉很簡單 只要像油顏色一樣填滿了眉毛 這樣就可以了 另一邊的眉毛也是同樣的做法 然後我就用了一個大地色的四色眼影 其實我只是用兩種顏色 我會用一個粉紅色的Sigma肥仔掃 很多人都以為眼影掃是要掃在眼影裡拿的 其實是要點上去拿 這樣就不會浪費眼影粉 其實畫眼影最好是同一隻顏色兩隻眼一起畫 這樣就會對稱一點 然後用一個深一點的啡色 把它掃在眼尾的位置 記得要翼方向掃 這樣對眼就會更加立體 另一隻眼都是同一個做法 這樣就會不知不覺增加了立體感 但是男朋友又不會發現 然後我就用Kate的黑色眼線筆 它的筆咀非常幼 可以輕鬆畫到一條幼的眼線 所以很適合初學者使用 很多人都說她不懂畫眼線 所以就不畫了 其實畫眼線的筆移範門 就是熟能生效 一定要多多練習 好看 畫完眼線 就要塗Mascara 首先我用Shul Erma的睫毛夾 其實睫毛夾的選擇是因人而異的 我覺得Shul Erma的弧度 非常適合我的眼影 可以條條睫毛 也可以夾得起 在睫毛液方面 我就用Estee Lauder的Double Wear 記得要用色色的方法 上這個睫毛液 而且一定要塗下眼睫毛 這樣眼睫毛才會有放大的效果 其實這支睫毛液的質地非常水 塗上去就會有根根分明的效果 最後掃一個比較白色的胭脂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我平時不會塗唇膏 因為我嘴巴已經夠紅 所以塗上潤唇膏就可以了 這個妝容非常清新脫俗 用少許化妝品已經可以做到 所以非常適合初學者 除了男朋友喜歡之外 第一次的約會其實都非常適合 另外我把頭髮剪短了很多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的新髮型呢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的教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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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